IWC Mark 12 也算是軍標的先鋒 在九十年代再玩軍標鋒的時候 他也是一個不世的名柱 檢查他的機心很容易留意到 他積架的機心是怎樣的 因為他跳入力的時候會嚇一聲 手握著感覺 會聽到跳入力 也是一隻好錶 不過現在有些人想找回 因為小錶風吹回 不過那時候這些豬帶很清舒服 膠就麻煩 一邊要加個螺絲批頂柱 另一邊才再開 這些T-Down Mark 12 再加上魚仔的 原裝模式 如果被人換了魚仔的 神一錶的價值會下滑了很多 現在你看到這些手錶 當然有一種懷舊風味 新的手錶不會有這種人手造的感覺 尤其是這條 我應該這樣說 不是人手造 我覺得九十年代 懷念的歲月 以前買錶進去 介紹一下你 拿個好折頭 和現在買錶經驗 好像你求的那些銷售 就完全不同 所以寧願不買 如果又要求 又要留 又要達標 沒有得看 一定要這些 真的不是我所好 多謝大家